新武器战队的 GoGo Brothers和洛文博 一星队长 这个题材选得太好了 洛老师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 遇到了海市蜃楼般的 这样的一个 仙女 然后他们开始通过舞蹈 通过文化 产生了不一样的交流 也是丝绸之路存在的意义 对 而且在这个舞蹈表现呈现方面 把这个新疆舞跟这个Locking 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有一些这个律动上的同频 还有一些step的同频 还有一些动作的变换 包括刚刚那个 这个 这叫 这个King Ta 加上我们的这个新疆舞的 这个扭动脖子 我觉得这些融合都做得非常好 我好奇 刚刚那个King Ta 那个部分 是新疆舞蹈有的一个动作吗 还是专门学的 其实是我跟老师们 在教室里边 我在学老师们的动作 然后老师们在学我的动脖子 就很快 可能我们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这一组动作就出来了 我们就再现一下 刚刚一拍即合的动作吧 2 1 go 好 厉害厉害厉害 觉得做得很聪明 很好的一点是他们把 这两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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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类似一样的那些 那些动作 或者是律动 都好像有挑 然后感觉Locking也有 然后新疆舞也有 一波 同意 说得好 跳得也好 针队 我觉得跟哈瑞 挺认同他的那一点 找出共同的一些律动 和共同的点来结合 你看似在融合 但是你能突出 每一个舞者的一些优点 非常的巧妙 整个构思非常的好 谢谢韩庚队长 GoGo Brothers 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舞蹈吧 是的 初めて踊着你了 动作的舞蹈 从中心中 全部做不到 首の動作也 也就是 我这个 这个是很容易使用的 这个横的动作也 不仅仅使用的 很不容易 首痛的感觉 此之后 这个 这个动作也 是 感到的 相互相似的 所以我今天 当时 我今天就来帮你 对 拉克都是 都是这样 这个没想到两位大神 居然被动脖子这个难道了 来 我们在座的四位队长 可以做到吗 你要不进水楼台 你直接先学一遍 就简单的动脖子 脖子我可以动 你们可以吗 好 接力 凯瑞 雨昕 一博 跟队 你看看 都做得到 厉害 洛文博老师 这次跟两位国际大神一起合作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我们这支舞和我们的团队合作 就有一个字叫和 中国文化是以和为贵 中国呢也是开放包容和平为主 所以我们这支舞蹈是多五种的一种融合 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舞台 我们发掌的动作 其实不用很久 因为一拍即合 对 说得好 那也谢谢GoGo Brothers 还有谢谢陆文博带来的这个舞蹈 谢谢 谢谢 同时我们也要请上刚刚的阿蒂桑 马晓龙和刘福阳老师回到舞台 好 两个民族舞 一个是朝鲜族舞 一个是新疆各民族舞 票数是82票对75票 让我们恭喜核心武器战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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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这个我是扔了毛巾 这个作品让我出乎意料的就是 GoGo的一些跳舞的基本功 还有跳舞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蹲下去的那个踢腿 跟新疆舞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让我看到了真正 这个舞种融合的一种感觉 非常棒 超剑组舞 我觉得整个故事线串起来的 再加上阿基桑用了一些腿部的动作 包括肘上的这个棍棒 跟两位舞者的配合 也是非常的完美 GoGo Brother这一组的话 首先就给人很欢快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它会有lacking 律动上的一些铜屏 第二个点会有我们新疆舞 动脖子的这个特色 融合的非常非常完美 最重要的是 把中国的丝绸之路文化 体现在这个舞蹈里面 我觉得也是文化的一种 碰撞 艺术的相容 我觉得这个作品 点赞 马晓龙 阿基桑 刘浮阳 你们可以先带一下稍事休息 恭喜GoGo Brothers 我们的晋级总决赛 一星队长为他们掛上战队毛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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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在中国玩得开心 然后感受更多的中国文化 吃更多好吃的中国美食 这个节目结束了以后 也常来中国玩 好 好 阿基桑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基桑 谢谢刘浮阳 请现场有投票前的 九十六位评审 在我到时候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的话 就请扔出你手中的黄色毛巾 一 三 二 一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机票 谢谢 仙鹤报恩 工队 厉害 真的 我抽到刘浮阳的时候 我是特别开心的 是 对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学校 对 在学校里一起上过课 所以我对刘浮阳的信心非常的大 但是没想到 马晓龙选一个民族舞 最难的一个民族 是 朝鲜舞 对 给阿基桑瞒到了 因为朝鲜族真的是 完全是用呼吸来去 带着你的肢体来去跳 其实是很难 跟街舞的气息是反的 所以就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训练 就每次阿基桑说 要换一个动作 我说很简单 但是真的 这一次舞台完成特别的好 很棒 看完之后 感觉这个故事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然后老人 可能救了两只被捆了脚的仙鹤 然后仙鹤又包恩给了他一个就是能看清世界的这个眼睛 好的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作品 包括一开始 马晓龙老师跟刘老师 用这种女生的手法 来表演了这个仙鹤 这个还确实还蛮入戏的 然后包括他们的衣服的这个配色 也是这个仙鹤的颜色 所以一下就把我带入了真的是觉得他们两个就真的是那个能让老人家眼睛开始能够看到光明的那个有灵性的这样的灵物 这个确实是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其实我是被阿基上的演艺就吓到了 因为他的那个眼神 这些动作就看起来很真很真 觉得他做演员也可以 真的很棒 是啊 对啊 老刘 老刘跟我们说说最开始怎么想要构思这个作品 因为朝鲜族舞蹈 这些动力和风格 就像刚才韩能队长说的那样 比较难 我觉得真正站在舞台上能做到融合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舞种的演员舞者 我们能为一个主题 为一个作品服务 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 放下自己 把这个作品奉献给观众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一个进步 大概六七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刘平洋老师跳陶显舞的时候 那简直太震惊了 其实我比较喜欢跳蒙古族舞 我和韩能队长一样 我们特别喜欢因为很过瘾 对 来两下 韩能老师来奔腾吗 来奔腾吗 来奔腾吗 我奔腾好吗 奔腾好吗 走起 来两下吧 不是 我前几天能跳完 来 我们再一起跳一下吧 好 来 二本 二本 数来宝 奔腾数来宝 一 来 来 来 好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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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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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掉了装备的韩庚队长 哥 你相信吗 如果刚刚把音乐放一段Hip-Hop 叫做SWAIT 是吗 有 再来一个 腰蛇了 好 那我们感谢Aki-san 马晓龙和刘富洋老师 带来的这段舞蹈 谢谢 哥 你不像腰疼啊 哥 可以啊 哥 刚刚那几下真的太转了 被逼的 今天是我看到哥最帅的一天 真的 是吗 太帅了 你告诉我哪天不帅 你告诉我哪天不帅 他是最帅的 每天都帅 但是今天是最帅的一天 哄我 每天都帅 好 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何欣